我覺得秀仔這個角色 無論我們用任何價值觀可以量化的 他都不是那一個最優秀的那一群 但是他很努力 他在心有餘力的狀況之下 想要知道自己還能夠做什麼 還希望做什麼 而家永遠是我們最後的避風港 他也應該是我們可以發揮我們最後 能夠發揮我們自己想要發揮的 而回到家他仍然面對了 他自己可能沒有想到過的狀況 以至於連最後的避風港 可能都變成另外一個他沒有辦法預料的 小災難或大災難 我覺得我們很多人生階段 可能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有的時候是在工作上 有的時候是在情感上 有的時候是發生在我們的朋友身邊 我們摯愛的人身邊 所以他只是一個片段的關於秀仔的故事 但事實上希望來觀看的人都能夠知道 他其實說明了我們人活著 我們有一些階段面臨一些問題 有一些問題我們可以預料 有一些問題我們沒有辦法預料 有一些問題我們沒有辦法預料 我們努力去面對 那裡面有沒有說在哪一段機遇 或者是他遇到的起工幾下 你覺得蠻衝擊的 還蠻衝擊的就是我剛才說的 這個家是自己的 這個土地是爸爸留下來的 但今天快要留不住了 所以怎麼辦呢 他要想盡辦法留下來 他沒有辦法對抗那個想要把土地奪走的 可能有大筆資金的人 他面對這樣的狀況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有更複雜的情節 他又愛上了人家的老婆 怎麼辦呢